嘉嘉林 遨游太空 嘉嘉林 将用他的亲身经历去揭开谜题 在白克努尔航天发射场上 处理了一座巨大的白色火箭 火箭的顶端是东方号宇宙飞船 它是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 由球形的密封舱和圆柱形的设备舱俗称 只能乘坐一名宇航员 总长7.35米 重大约4.73吨 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以后 嘉嘉林身穿橙色的宇航服 头戴白色的宇航帽 乘坐汽车来到了火箭的脚下 他走下汽车 走向领导小组 举手敬礼并庄严的报告 国家委员会主席同志 宇航员嘉嘉林上位准备乘世界上第一艘航天飞船飞行 嘉嘉林向被他送行的人们归手致意 然后乘升降机登上了发射平台 在平台上 嘉嘉林仰望晴空 心潮澎湃 他想起昨天飞船的总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普 对他说的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有理 你真幸运 将从无与伦比的高处观看我们美丽的地球 但是 发射和飞行都不会很轻松 你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 还有可能遇到未曾预料的情况 总之 什么都可能发生 可是你要记住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都将竭尽全力地支援你 嘉嘉林定了定神 钻进了飞船的锁舱 躺在一把特制的弹射椅上 这个时候 电视摄像机打开了 荧光屏上出现了嘉嘉林的影像 他面带笑容 满怀信心地向地面指挥中心报告 准备完毕 开始 三十分钟的准备 十分钟准备 两分钟准备 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发射现场一片寂静 科罗廖普紧张得都快喘不过气了 他稍稍地吃了一颗震惊药丸 莫斯科时间九点零七分 随着 预备 点火 一声令下 火箭抖动着巨大的身躯 拖着耀眼的火柱 缓缓离开发射架 直冲云霄 透过震耳欲聋的巨响 传来了嘉嘉林激动万分的道别声 我去了 不一会儿 第一级火箭停止工作 第二级火箭接着点火 随着火箭速度越飞越快 嘉嘉林经受了飞往太空道路上的第一个考验 超重 强大的超重 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 向嘉嘉林紧紧地压去 压去 嘉嘉林感到头昏眼花 被向地面中心汇报说 有些难受 但是可以忍耐 飞船终于顺利地穿越大气层 进入环绕地球的飞行轨道 透过飞船的弦窗 嘉嘉林看到了人类的摇篮 地球 他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真是太美了 我看见了陆地 森林 海洋和云彩 这是太空里第一次响起了人类的声音 后来 嘉嘉林向人描述道 地平线呈现出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色 淡蓝色的运圈环抱着地球 和黑色的天空交融在一起 天空当中 情形灿烂 轮廓分明 但是 当我们离开地球的时候 地平线变成了一条鲜橙色的窄带 这条窄带接着变成了蓝色 然后变成了深黑色 东方号 以两万八千公里的时速 在地球上空静静地飘过 坐舱里 嘉嘉林所有的东西 都处于失重的状态 嘉嘉林没有飘起来 他把自己绑在了弹射椅上 而他的笔记本飘了起来 悬在他的前方的半空当中 嘉嘉林想写日记 可是钱笔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 只好把本子放进了宇航府的口袋里 东方号越过苏联 印度 澳大利亚 和太平洋 完成了环绕地球飞行一圈的任务 10点25分 嘉嘉林发动飞船上的制动火箭 使飞船偏离轨道 在地球引力作用下 飞船再次闯入大气层 开始返回地球 嘉嘉林透过弦窗望去 飞船简直像是一个燃烧的火球 这时意外发生了 按照计划 设备舱将在10秒钟之后和坐舱分离 但是预定的时间到了以后 由于有一条电缆没有断开 设备舱并没有完全脱离坐舱 飞船疯狂地飞速旋转起来 并以惊人的速度下坠 照这样的话 飞船就会像流星一样 砸向地面 甩个分岁 指挥中心的人们都束手无策 哥罗廖夫甚至都已经不敢看 飞行控制台上的显示屏了 也许是幸运之神总是站在强者一边 10点35分 坐舱终于和设备舱在旋转当中分离开了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比预定的时间 整整晚了10分钟 危难当中 嘉嘉林显出英雄本色 他克服了超重的种种症状 及时向地面发出 一切正常的信号 当嘉嘉林在7000米的高度 顺利跳伞以后 克罗廖夫立刻给苏联最高领导人 赫鲁晓夫打电话报告说 降落伞已经打开 正在着陆 飞船正常 听到喜讯的赫鲁晓夫 在电话那头兴奋的大喊起来 惊心动魄的 108分钟太空旅行 终于结束了 降落伞飘落在富尔加河畔的一个村庄旁 不远处 一个中年的妇女正在干活 她的身边站着一个女孩和一头牛犊 嘉嘉林身上奇奇苦怪的宇航服 把孩子吓坏了 嘉嘉林见了 一边挥手 一边叫喊 请不要怕 我是自己人 是苏联人 是从宇宙飞回来的 嘉嘉林的壮举 使人类数千年的梦想 成为现实标志着人类从此进入太空时代 为了纪念这个划时代的成就 4月12日成了航空航天国际纪念日 1月12日成了 3月10日成为 虚拟责 岸队 以赛设计划 4月10日成为 2013日成为 祝福 一项 7月10日成为 最后 2013日成为 虚拟责